老大 是我 好 我这就过来 老大要见我 在猪头的厂子 干吗要在猪头的厂子 我们跟他行水不犯河水 是鸿门宴 彭哥 我陪你去 谁敢动你一个手指头 我把他们全崩了 就算是鸿门宴 今天我要去一趟 晓阳 我去开车 周队 乔云川醒了 醒了 教授陈队 立刻去医院 病人的情况还是比较稳定 你们可以提问题 但是时间不能太长 最多不能超过半个小时 如果发现异常的话 你们必须马上退出 好 不客气 不客气 就牵拆吧 林山 你们就我 何 Así 这个女朋友 佩珊 如果你改变心意 做污点证人 帮我们把犯罪团伙挖出来的话 我相信根据你的表现 会适当练琴的 周队长 您就甭费口舌了 我背后没有团伙 从我口里 除了乔云山 你听不到第二个人的名字 我知道 你心里有顾虑 对吧 你有老婆 有孩子 放心 只要你帮我们 我会派人保护他们的安全 你能保护他一辈子吗 他们是一群丧心病狂的狼 不把猎物咬死 不把害羞 邱云山 你看看 这个人你认识吗 这个人你认识吗 当然认识 这不是方队长吗 那你跟他是什么关系啊 其实我也不知道什么 但是 我可以肯定地告诉你 方向明 是你们公安的败类 他是贩毒分子的保护伞 并且 也参与了贩毒 并且 也参与了贩毒 诬险一个死去的人 你就可以蒙控过关了 告诉你 我们不会清醒你的话的 我们要的是证据 证据 我就是证据 本来我要把那批货 卖给方向务单 可是在交易之前才出事了 没办法 我才另找买家 瞧 你让我告诉你 你站在这儿 救命啊 干嘛你 救命啊 你干什么你 那这儿 你干什么呢 对不起对不起 出去吧 救命啊 别人需要休息 快走快走快走 不好意思啊 快走 小小小 скаж behöver你 胖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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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胖 怎么选择这儿进来 鹏哥 你搞得好大动静 把货都给了警方 再说 你的手下有警方的卧底 大哥去你那儿 不放心 老大 这次货出了问题 我也是刚刚知道 这次交易我真的不知情 是乔云山他自己自作主张 联系了买家的 这事他得负责 乔云山可还没死呢 有对质的那一提 再说那卖家都是你的下奖 平时都是东虎在联系 没你的同意 他们赶到全云山那儿取货 是吧 胡子兄弟 没事啊 大哥今天在这儿 大哥给你做出来 有什么事你就实话实说 没有 大哥面前你还嘴硬 四头 我告诉你 别想把我头上扣屎喷的 你派人盯着乔云山那么长时间 你以为我不知道 你憋的什么屁啊 天地良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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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哥把货都给了你 我是有点儿情绪 但是大哥既然下了命令 我就算心里不爽 我也是老老实实待着 你派人跟踪乔云山 以为我不知道吗 说话可得讲证据啊 证据 我派晓阳跟乔云山联系 他亲眼看到你的人跟踪乔云山 敢说没有吗 你 大哥 马晓鹏的 翻咬一口 晓阳 把人给我指出来 够了 把枪都放下 把枪都放下 这事就到此结束 我不想再追究了 大哥 这不是一批货的问题 警方把咱们的中转线 都给端了 没了运输线 那要了咱们的命 大哥 总得有个人 为这个事复合吧 晓芳 来 这个事 不管你参与没参与 但毕竟是没手下人干的 咱也不能坏的兵局吧 你看怎么办吧 这次算是算我身上吗 好 咱舌头胳膊不要紧 别再打尽一条命 是心情这样了 你们就是打得头破血流 根本无济于事 还是想想后边的事 商量商量 看看乔云山的头 该怎么处理 这次乔云山犯了这么大的案子 捞他出来没什么可能 至于他嘴言不言 很难说 死人的嘴嘴言 他毕竟跟了我这么多年 欲心不忍哪 大伯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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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大事 您可得当机立断 要不 我去 老大 这事还是交给我去办吧 你们都别争了 你们现在 都是警察重点的监控对象 到老老师这待着 这事 我自有安排 涵哥 只要你一句话 我就去把猪头给做了 不是 没你想得那么简单 我动猪头 金老大肯定不答应 猪头要动我 金老大也不会答应 你说这金老板到底是哪头的呀 他哪头的都不是 他是属于他自己那头的 涵哥 说实话 我真觉得你比猪头强太多了 哥老大呢 还不重用你 老大是不是老糊涂了 胡子 他比你我 聪明的太多了 没说话 哎 妈 哎 最近公司事比较多 所以没给您打电话 您身体还 妈 您能不能每次打电话 别老提这事儿啊 这娶媳妇不是到菜市场买菜 看好了给钱就拿走 这要讲缘分 什么 您六十大寿就要 您这让我上哪找去啊 您这要求是不是有点 不过分 不过分 我 我尽力行吗 我尽力 妈 我不跟您说了 我这边还有点事儿 我再打给您啊 好嘞 咱们鹏哥是个大小子 老太太在家说啥是啥 那老太太知道 鹏哥是做这个东西 那怎么能说呀 一直瞒着老太太 说我们是在城里啊 开了一个烟草公司 你还真没说好啊 还跟咱们这行还真沾点缘着啊 你们俩有那么多废话 对不起 鹏哥 鹏哥回来了 圆子 一会儿找几个女孩 到我办公室一趟啊 鹏哥 怎么今天这么有兴致啊 哪那么多废话 记着啊 找几个训演的 那些什么挂项的都不要 还有 让他们都穿变状 每人砸条围裙 这 什么这个那个 谁 喂 亲爱的 讨厌 快点 知道了 鹏哥点人 你们几个带我去鹏哥办公室 表现好的 鹏哥会有赏 一会儿啊 你一定要帮我好好调调 鹏哥 让毛豆来的 他可是航家 我去 他看谁都笑眉毛 鹏哥 他们来吧 让他们进来 下来吧 赏友啊 你们你给我做口气 我怎么操得你 你给我拍摄 这里 给你们开脑 你给我拍摄 我给你拍摄 你有再来 我给你拍摄 晓杨不计女色 什么事都有你了 滚一边去 晓杨 如果让你在这里面 挑个做老婆的 你会选谁啊 鹏哥 你这不是为难我吗 他没一个适合做老婆 说得没错 袁子 你告诉我 这里面哪个能做老婆 你 你真愁死我了 他们要是结了婚也安分不了 这带回家 还不把老人气死啊 行行 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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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去 走吧 大哥 你这是怎么了 还不是我们家老太太 逼着我找媳妇 你说咱们干这行呢 上哪儿找媳妇去啊 人家好的女孩也看不上咱们 我这是逼极了 你说刚才这几块料 哪个适合做媳妇的 这带回家不把我妈气死啊 陈队 来了 媒妇小姐 找我有事啊 是啊 请你吃饭吧 吃饭 快坐 你的电话里急证带呀 还以为是不是要紧的事呢 吃饭还不是急事呀 我这肚子都快饿扁了呢 吃饭就算了 我当委里还有急事呢 别呀 陈队 上一次啊是我酒后失态 可我是真心仰慕陈队长 您大人不禁小人过 别生我气了啊 快坐 怎么可能呢 还说没生气 这连顿饭都不肯吃了 我今天啊 可是特地向您赔罪的 您不会不给我一个女流之辈 一点薄面吧 媒小姐 言重了 确实最近对你很忙 再忙也得吃饭呀 那就 确之不公了 我们剧团呀 明天游场演出 你看看 有时间的话 去捧捧场 我真的很想去 只是恐怕 冲不出时间来 陈队长那么忙啊 最近又破了什么大案了 没什么大案的 不说这些了 咱点菜吧 我已经点过了 干吗 那肩膀好长 谢谢 行 那你就注意了 以后这方面就想勤快一点啊 多打扫一下 好 知道了 谁是这里的负责人 两位美女有什么事吗 警察 我是这里的值班经理 有什么事可以找我 这个人你认识吗 认识 他是我们的保安经理 那他人呢 他人不干了 大概一个月以前 就已经辞职不干了 真的 真的 那你们老板在哪 我们老板他不在 美女 小杨 你看看 最新款就这个 雷克萨斯 可以 警察 你就是马小鹏吗 有问题吗 这个人 董虎 是你的手下吧 不是已经跟你说过了吗 一个月以前他就 你闭嘴 曾经是 现在我们怀疑他 跟一宗毒品交易案件 有关系 需要他跟我们 回公安局调查 他现在人在哪儿呢 这个你不应该问我呀 问你问谁呢 他是你的手下 他曾经是我的手下 但已经被我辞退了 至于他现在在哪儿 在干什么 不应该问我 你推得还挺干净的啊 马小鹏 我们一定还会再见面的 不过下一次 我就不会这么客气了 随时恭候 方婷 我们走 不送了 你送一下 警官慢走 我们走 赵小阳 你们认识啊 对 我们是警校同学 你跟我出来一下 我有话要问你 有什么话你就在这儿说吧 我没有什么秘密 是背着老大的 这种人 你认他做老大 你说什么呢 我不信 我不信你会堕落到这种地步 走 别动手动脚了 你现在是一个有男人的人 我跟梁志 你给我闭嘴 咱俩早就结束了 是 我当初是喜欢你 那是因为我傻 我们有这么多的见识 你给我过来看看 你给我过来看看 这外头的女的 哪个不比你了 袁子姐 要不你找几个过来 跟她比试比试 警官 不送了啊 行啊 赵小洋 被这么漂亮的女警察惦记着 不过你说话可损了 一点都不懂得怜香惜玉 我会想一遍 你可损了 我会想起来 我会想起来 我看起来 我看起来 他就跟着我去 我看起来 你也不说得起来 我看起来 我看起来 写得清清楚楚的 我打个电话 你弟弟当时急着出手 这价可是他出的 行吧行吧 行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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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 我想请问一下赵晓阳在吗 赵晓阳 我们这里没有这个人 没有 小霞姐 婷婷 你怎么来了 我找晓阳 她不在啊 是不是出任务去了 她两天没回家了 我找她有点事 她 怎么了婷婷 她不在 小霞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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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来了 晓阳和你在一起吗 晓阳 晓阳去执行一个特别的任务去了 是吧 是吧 放你啊 对 小霞姐 实话跟你说吧 对 实话跟你说吧 那个 晓阳执行的这个任务啊 你没有人知道 就我俩知道 所以那个 真的 真的 那刚才那个小伙子 为什么说没有这个人啊 那小伙子今天第一天来的 他什么也不知道啊 小霞姐 你放心吧 我们不会骗你的 那好 那你们先忙 我先走了 你走了 看来晓阳 没把她的事告诉她姐 可是瞒得了一时 瞒得了一事吗 那怎么办 那不也得瞒着呢 小霞姐刚刚剂毒成功 她要知道小杨的这些事 谁知道会怎么样 她总有一天会知道的 你有没有想过 到了那时候会怎么办 现在告诉她或许还好 时间长了 这个打击会更大 回来了 回来了 晓阳是我 几点了 六点 我现在去做饭 别做了 我得去上班了 大晚上上了什么班啊 我知道 秘密任务 我不问心了吧 你自己在外面小心 不是 什么秘密任务啊 谁告你的啊 我白天去你们公安局了 梁志说的 你去公安局了 去那儿干吗 找你啊 你两天没招家了 手机也不开机 梁志跟我说 你在执行秘密任务 你怎么了 没事吧 没事吧 我最近忙 先走了 白天在公安局 小霞就憋了一肚子问号 现在小杨的反常 更让小霞心生一斗 小霞隐约已经猜到弟弟 一直在骗自己 只是他自己不愿意相信 去哪儿没事 没有啊 气色不错嘛 干嘛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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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吧 你们两个给我记得啊 一会儿赵小霞进来 你们给我伺候好了 对吗 您放心 我就不记得啊 我相信哪有男人的不记女色人呢 哪有男人的不记女色人呢 男人我是见识多了 不吃心的男人 要么就是贵 嗯嗯嗯 别胡说八道的 我还是有情意 要么 就是心里有人了 虎哥 张虎啊 小杨来了 我给你介绍了两个亮妹 两个妞 看看喜不喜欢 满意吧 我不靠这个 虎哥 我有事先走了 回回来 小杨 不给面是吧 我知道你好那口 快去啊 快叫杨哥愣着干嘛呀 那杨哥热情点啊 杨哥 杨哥 我不会 还会呗 厅长 如果说杨哥看不上你们 就给我跪着 赶紧起吧 哥 您就喝了吧 您要不喝 我们怎么敢起来呀 杨哥 哎 这就对了 快点啊 扶杨哥坐呀 愣着干嘛 你走吧杨哥 杨哥 杨哥 快坐下 杨哥 给杨哥倒酒 点上 给杨哥点上 来 哥 送你一点支烟 我不抽烟 不抽烟喝酒 倒酒吧 杨哥 杨哥 多喝点小杨 你怎么这么帅呀 你怎么这么帅呀 就是让你好好的快乐快 我自己喝 你多喝点 我自己来 赵小杨 姐 你先歇会儿 我做饭去 你们住队也是 什么工作不好派你去做 必须做卧底 你说什么 小杨 小杨 你告诉姐姐 你没有去混黑社会 只有队派你去执行任务的 不可能 我弟弟是个优秀的警察 他不可能混黑社会的 我实话告诉你 那家夜店我以前去过 那两个人和薛晓丽以前一起吸过毒 我特别不喜欢 小杨 你告诉姐姐 你没有去混黑社会 你是个警察 你是去查毒的 你说呀 你 你打我吧 骂我吧 这么说 都是真的 我才刚从毒药里逃出来 你又和他们混在一起 你知道他们都是什么人吗 你一直骗我 静小把你开除了 他们没有原谅你 你也没有回去当警察 姐 我不想伤害你 你还我不学好 我吸毒 我不学好 老天爷 你又抱怨就抱怨在我身上 你放过小杨了 好 不怪你吗 都是我的错 好吗 姐在侵徒所里 难受的死去活来 但我都扛过来了 就是因为心里念着你 可你再这样 你不是在姐心上捅一把刀吗 你让我怎么活下去 姐你别这样 小杨 你现在闲得还不深 你现在退出还来得及 我既然选择了这家路 我就没有后路可退 我们惹不起还躲不起吗 姐现在就收拾东西去 我们到一个新的地方 我们重新开始生活 姐 没你想的这么简单 那你到底是为什么呀 为什么 为什么 为了钱 我要自己赚钱 我要赚很多很多的钱 为了钱你就先给秦苑把你自己卖了 咱们从小就过着过日子 为了供过上学令 搞出没毕业就出去摆地带 难道这不是为了钱 不是 不是为了你 我们都是为了你 我们都是为了你 你自己喝哪瘦 你都做了些什么 妈 我自己选的路 我自己走 我自己走 您你爹 我自己走 我自己走 你真是为了你 我自己走 你不想走 你别跑了 我自己走 他能走 我自己走 今天要改达出这个佳美一步 我叫 我叫 你就自杀是 我告诉你张小佳 没有是你自己的 你死我不会改变任何动静 妈就在她看着 爱死爱活随你别 怎么了 小佳 你变了 我是变了 从我 爱情笑开除的那一刻起 我就不再是从前的赵小佳 小佳 小佳 姐不准你赚钱 你就是不赚钱 姐也能要活你 你跟在死去的爸妈的份上 你跟在姐赢了 把你拉折大的份上 你回头吧 你真别哭 事情没有你想得那么糟 我知道自己在干涉你 你不用我要担心知道吗 我 我不会心得 姐 等我弄完事 我已经会给你一个交代了 小佳 你回来 小杨知道 姐姐早晚会知道真相 但是她没有想到 会来得这么快 小霞绝望伤心的眼泪 一滴滴都流淌在小杨 布满伤口的心间 让她感到灼烧般的疼 她只能选择逃避 她不忍心看到姐姐 失望的眼神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谁呀 学家姐 你这是要出门 我今天来 是想跟你谈白一件事 进去说吧 小霞姐 我觉得这啥不应该再瞒你 但是你听了以后千万别多想 我跟梁智会一起帮你想办法的 你想告诉我 小杨没有回去当警察 而是给坏人做了马仔 你已经知道了 谢谢你 芳婷 我和梁智都觉得特别痛心 你放心 我一定会把她拉回来 我这就要去找她 不行 你不知道 现在跟她混在一起的那些人 他们水很深 他们都沾毒 我会小心的 知道你还去 小霞姐 为了远离毒品 你吃了多少苦 受了多大的罪 可千万别因为一时冲动 又走回老路去啊 你放心吧 芳婷 我发过毒誓 不会再沾毒品 只是现在为了小杨 你和梁智都劝过她对吗 被锦绣开除 对小杨的打击很大 我想 她这是在毒气 我自己的弟弟 我了解 你们劝不回她 我也劝不回她 所以现在就只有这一个方法 我去求那些坏人 让他们放过小杨 小霞姐 你这样是行不通的 那些人要是讲理 也不会做出这么多 伤天害理的事了 你一个大姑娘 好去跟他们讲道理 这不是想入虎口吗 我昨天做了个梦 梦见我死了 我见着我爸妈 他们都冷着脸不理我 怪我没把小杨照顾好 所以 为了小杨 我是一定会去的 我是一定会去的 你放心 原来的那个赵小杨 一定会回来的 到时候 你们还会在一起的 对吗 网上 我会来的 Bye La 对 我 对 对 好 怎么又是你啊 我找我弟弟 跟你说了多少遍了 他不在这儿 那我要见你们老大 谁 你们老大 我们彭哥可机会着呢 不是你想说见就能见的 不见我就等 一天不见我就等一天 死等 你这人可真将啊 起来 起来 干吗呀 还是晓杨的姐姐 客气 好 好 听你的 客气点 那你就在这儿等 自己等啊